吴林达 吴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开始带你来关心 复理乡是观光客来花东必去的景点之一 不过复理村民近期连署强烈要求争取 新自强普悠马或泰鲁阁号增停靠复理站 村长更说109年开始就多次的向台铁反应 都表示需要再观察评估 那么4月11号村民再次走到复理车站表达诉求 复理乡是观光客来花东必去的景点之一 不过复理村民近期连署强烈要求争取新自强 普悠马或泰鲁阁号增停靠复理站 村长更说109年开始就多次向台铁反应 都表示需要再观察评估 4月11号村民再次走到复理车站表达诉求 但是造成这种民众不方便 尤其是老年人自己不会开车 一定要这边也没有什么接驳车 所以造成民众在搭车方面相当的不方便 所以我们的诉求是希望 这次能够铁路级能够加开 颁赐给复理的一些我们的民众方便 江东城表示复理箱人口老化严重 年纪大的民众都没有办法开车 因此需要更便捷的铁路交通 南来北往载运旅客以及民众 台铁只依照每天平均上车人数 或整体运载能数作为评估依据 却忽略了服务的目的在于需求的强度 从晚上六点以后一直到明天的早上 都没有在 六点以后就是没有火车 可以搭火车北上 不管是掐工就医或者是就业就学这些 非常的不方便 然后南下的火车下午两点以后 一直到晚上的八点 将近六个多小时 一个班次都没有 就是对号 我想对号的一个车管 府里的美景也吸引不少游客到榜 不过也因为班次太少 严重影响游客观光意愿 如果有提升班次 有望提高方便性 以及更多游客的到访 有很多的观光客 或者是游客的话 他看到复理乡这个地方 复理火车站没有停站 所以他另外就选择了 一里镇或者是磁上巷 所以我们在铁路局 他可能在做统计的时候 这个数字没办法 真正的实现出 真正的乘客率是多少 严重的低估 我们复理乡 相亲的一个权利的需要 这场陈勤会也可以看到 多位的现议员关心 并且也一同来积极争取 希望可以让民众的需求 被重视 找回民众乘坐便利交通的权利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 看人员 Pisces 你认为这些误极争取 是什么 salt 你认为这些误极争取